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歡迎大家收聽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 我是袁大鳴,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香港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出路網上電台的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不只是希望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政府 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 我們希望能夠深入探討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以及建議我們每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令到這個問題真正被解決呢 簡單來說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那位負責人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 你會怎樣處理那件事 我們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 用我們的電話熱線 21341134 或者用我們的ICQ號碼是439457249 我們各個節目的熱線是21341134 可以在網上留言參加我們這次討論 幫一下屬於自己的香港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好了 今晚我們想討論的問題 是傳媒都不知道報道多不多 就關於平州應否見多一座電台發射站 原來幾天前 有一位朋友 在平州出來 平州有些事情 他告訴我 原來最近在平州尋釀一個問題 原來什麼問題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一向都是關於傳媒的聲音 廣播的聲音是不多的 但最近我們知道 有一間新的電台被政府批准了 原來這個電台 就是需要建一些發射台 電台的發射台 他們就超選了 在平州 不知道香港人對平州 是否熟悉 我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就聯絡到 在平州 一向都是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環保 是平州陸行者 一位執行總幹事 陳烈芳小姐 我跟她在電話上談了之後 我發現 原來那件事是這樣的 但始終我都希望知道一下 那個地段 那個環境到底是怎樣 所以其實 我約了兩位年輕人 一起去平州實地去看看 我去平州可能都不是很多次的 所以平州怎樣 我記者都不是很清晰的 加上我這兩位朋友 原來她都沒有去過 香港人二十幾歲了 都沒有機會去過 我去過之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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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那 那 那 我們 包括整個大人想去太平山,看看廣景之類,但那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原來在平州這個小的山頭,不是很高的,山本不是像大嶼山或者太平山那麽高的,是一個小小的山幽。 但你站在上面,你一看到香港,你竟然可以說,我們認識香港的地圖上所畫的那些島嶼,原來可以看到了。 那種感覺是很奇怪的,我原來都不知道,在一個那麽簡單的山頭,你看到那個景象,你完全都不發覺,是香港原來是那麽漂亮的。 那麽到底這次在平州電台發射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麽樣發生呢? 那麽我們今天很高興,請了陳鐵方小姐,平州六行者,執行總幹事。 那麽其實呢,陳小姐呢,可以這樣說,在香港呢,在綠色的圈子,綠色運動呢,是很多人認識的了。 她1991年,就組織了這個平州六行者,那麽一直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呢,是保衛平州, 和提高香港人的環保的意識。 那麼,Sanny 陳小姐呢,原來她是出生在平州, 即是可以說,那個平州的土生土長的人。 那麽所以到平州整個環境呢,我相信呢, 那麽我想是沒有什麽人可以熟得過她的了。 那麽所以她那麽當然來呢,在這方面呢,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啦。 在人民的文化,自然的環保啊,那麽方面呢, 她都令到平州呢,是得了不少的獎項的。 那麽原來香港有,就是其實很多很多的機構呢,都是很鼓勵一下這方面的工作的。 那麽譬如在《世界華文報告文學大獎》裏面呢, 那麽她也都曾經在香港作者聯會和《明報》出版社2001年呢, 就拿過那些獎項的。 那麽文建聯呢,在2003年呢,都頒授一個香港生態旅遊設計獎,亞軍的。 那麽在文政事務處和南華早報呢, 都曾經是有一個是關於全港最有活力的鄉村獎, 是頒給那個平州鄉村的冠軍獎的。 那麽最近那個綠行者代表, 平州是取得國際認同的地球勇士的銜頭。 這個是很新的。 我知道最近剛剛在香港, 那麽有這個活動, 那麽就看下香港在這方面的人, 那麽該做的貢獻。 那麽大家都想知道, 這個平州人口大概是四五千多人。 那麽香港人可能都不太熟悉。 那麽最近發生了什麽事呢? 那麽整個電台發射站的來龍去脈呢? 那麽可不可以先讓我們知道一下。 那麽我就說, 那麽我就說, 那麽不知道啦。 因爲山下是沒有通告的。 只是山上面, 在地盤旁邊有個通告。 那麽, 那麽我就上山看了。 那麽真的看到那個山, 因爲山本來就是綠柔柔的。 那麽就是, 那麽就挖了四個大洞。 是四四方方的。 那麽起碼都有兩米乘兩米, 就有五六米深。 那麽就挖了四個。 那麽以一個這樣, 那麽地方人看, 就很明顯, 就破壞得很厲害。 那麽, 那麽跟著就去看那個通告。 那麽更震驚。 我看完之後, 我真是很不開心。 因爲, 他整個計劃是說, 他要在200米這個範圍內, 會鋪150條銅索, 是藏在地底十四寸。 跟著上面, 就會有一個, 一百米高的發射台。 哇! 你用, 當時我可以想像, 那麽就是整個這個, 其實那個地方很靚。 我們平洲人丹, 我們叫它做天涯海角。 那麽這個天涯海角, 那麽沒有了。 這個麽靚風景, 和一個這麽綠化的地方, 那麽就變成沒有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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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反應就是, 給欣賞我盡自己的地方。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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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那麽, 那麽, 那麽的,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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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看完,他们觉得很担心, 他们说,日后,没有很多地方可以走, 现在他们朝朝晨运, 他们的晨运客, 还有那些旅游的人, 都很喜欢去那里, 因为真的好美, 大家要遮阔了我, 我说没有了, 没有用的, 如果你有机会, 你可以去平洲, 因为交通都很方便, 你可以进去那里, 然后你上山看看,那里是多么漂亮。 下山之后,很多街坊,平洲很小。 有时发生,一个小时,整个平洲岛都知道了。 八停听到街坊自自站自自站,一个一个在那里说。 他们说的语气不是纯粹在谈计,他们感觉到一种担忧。 当然,背后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你知不知道电台背后的势力很大, 我们未必可以阻止他们在我那里建的发射台。 一大堆东西。 Anyway,我们有几个团体,包括一个叫毅行者, 我们平洲旅行者,海峰奉香会,还有几个社团, 都出了一个牌子,摆在码头说反对这件工程。 我们早上一星期一天,在平洲发起一个签名运动。 那真的很好。 因为这件事差不多全平洲都关注了。 那天,我们从10点开始找人签名, 直到5点钟,我们就要收一天,摆到天下。 那我们总共拿到1500个签名,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那我们就,因为呢,在通告里说, 他是24日那天,就贴通告的。 但是说14天。 其实我们知道那件事的时候, 只有几天工作而已。 一直都没有人发现有这样的通告? 没有人去想到这件事那么严重。 是有不知为什么, 就是不知天帮我们了。 据我所知,如果在这些工程之前, 就一定是会有, 预先的已经是嵌探了。 就是那个过程, 起码都要半年了。 最少的。 因为呢, 你不是这样拿地獄出来的。 因为它预先一定会, 其实政府都要做事, 要排工程而已。 慢慢排上去, 一定会咨询过你们的区议会, 或者你们的乡委会。 预先应该是知道了, 有这些文件过去那边, 应该是半年之前已经知道了。 但是问题, 即是不会突然之间14天, 因为不可能的。 因为你想想, 做了工程, 你要转探, 你要起, 你要知道东西有多深, 那是要预先做了很多功夫才可以。 刚才Sanny提出, 他说, 在平州岛上面的人多, 重新有些什么, 很快就存得到。 即是, 为何一件这么重要的事, 是没有人知道呢? 即是, 为何会是这样呢? 这件事呢,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事后我们都发觉到很多问题。 首先, 就是说, 这个地政署, 是24日才出的通告。 即是说, 他应该在做亨探的时候, 他都应该出通告。 没有出的。 其实, 我问回那边工作的人, 他说, 9日, 即是, 上个月9日已经在那边工作了。 9日已经在那边工作了。 9日已经在那边工作了。 但是, 没有人知道。 然后, 之后, 我都去成规会那边查过。 成规会是完全没有任何记录, 说要在平州做亨探的。 而亨探这个地方, 是属于一个Green Bell, 是一个绿色地区。 即是说, 绿色地区, 就算你转个洞, 你都要向成规署申请的。 何况, 他不是转了四个洞, 是挖了四个大洞, 另外还转了很多个洞, 在不同的地方。 我现在转了四个大的洞井。 是的, 是的, 即是他转了一个洞井, 就已经是做工程了。 即不是探的, 即是已经有蓝图, 是用了多少材料, 即是有了很多时间, 让他工作了。 是的, 你看到那个图, 你看到这个大纲, 不是一两个星期出来的东西。 是起码半年, 才可以做了一个这么仔细的图。 是的, Anyway, 我们揭发了这件事之后, 全媒都有帮我们报道过, 全媒当然是做功课, 他们就去访问, 郑京汉, 因为这个电台是郑京汉发起的。 郑先生就说, 你们屏州的乡市委员会批准了, 入了头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街坊就说, 蛤? 为什么我们全屏州都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 甚至在这个乡市委员会里面的一些委员, 他都不知道。 那他在说什么人呢? 他那个, 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存在呢? 那是有一个姓林的先生, 是最高的那个领袖, 那郑京汉, 是说他答应了。 是什么名字, 是这个人存在的? 是, 真人存在的。 那就是说, 这个人呢, 这个乡市委员会的主席了, 是不是? 是的, 那他直接答应了他们, 说他们可以做这件事。 而那个委员会里面的其他成员, 根本都不知道。 我想大部分都不知道。 大部分都不知道。 包括岛上的, 那就是,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问题的, 第一, 平州是一个陆化的地方, 根据成规会的规定, 你不能动它一模, 你不能去变诀, 而完全是, 就是ignore了 當然人們怕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財團勢力 是不需要遵守香港的法例 香港是不是變成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們可以用這些事情發生在香港 是一個很危險的 背後真的可能是很大的引誘 不是只是平洲 一個被人棄棄一個發射站那麼簡單 因為整個過程真的反映香港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通告一般來說 一般平洲的人如果要接觸這些資料 是不是有正常的地方被人放這些通告 是啊 其實最先發覺我那位朋友 他在那裡見到通告之後 他就馬上下山了 他就很穩定 因為那裡政府有些Lotus Board 有些告示牌 他就很穩定 沒有這個通告 那很奇怪 這樣就不奇怪 因為通常這些工程 他不想你知道得那麼清楚 他不想你知道得那麼清楚 那些通告很細 我認為是一張A4尺寸 就放在一個很不當眼的地方 工程附近 很不當眼的地方 你不會覺得 只要用膠套包著他 通常都是這樣做的 就是當他不想你這些人知道 是的 因為他也想到的 你想想如果一個這麼小的村落 如果做任何事情 令到人有這麼大的反應 自己很麻煩 官員也不想麻煩 喜哥也不想麻煩 過人也不想麻煩 不過今次這個通告 我覺得好像有點神推鬼摁 平時他們出的通告 沒有那麼細節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通告很細節 我告訴你 鋪一百五十條的同索 要掘多深 接著那個Tower有多高 接著他畫的範圍有多大 現在那個法律改了 要寫那麼多清楚的東西 要寫到底誰是成建商 誰是發展商 誰是負責做體的 誰是負責做監察的 這些東西都寫清楚 即是一本書仔 就放在地盤附近 現在新的法律是要寫的 不要說是建的那麼重要 只是刮條路也是這樣的 即是刮條路 或是建的斜坡 斜坡做一些加固工程 不要讓那些滲水 會塌斜坡 都會這樣做 好了 那這個資料 就不是在很多正常的 在Bulletin Board裡面看到 反正看到也不覺得難 其實是沒有的 後期將整件事揭發出來 我們搞簽名運動 傳媒也幫我們報道 我們寫了信去反對 然後又發覺每個Lotus Board 都有一個通告 即是時候補發 而當時你們去看過是沒有的 是啊 真的 真是 真是幾大問題 背後不是簡單 最後來到補獲 但我現在看回地圖 我看回地點 粗略用真規看看 其實用AM電台來計 他的選址非常好 他做一個發射站 整個九龍新界都收得很好 剛剛中間的地點 我從來沒有看到 原來香港有一個景點 可以看得那麼多 即是他很懂得選擇 選擇得很好 是啊 因為AM的線路不同 AM和FM AM是要散開出來 然後自己每個收音機去收 所以AM的選址 一發射上去 基本上是很省錢 全國香港九龍新界 之後AM收音機都收得非常好 即是很明顯 你看到原來之前 在北邊 島的北方便 已經有一個發射台 發射台 有其他兩個電台 已經融融了 當然這些發射台 一個這樣的發射台 是可以幾間電台 可以大家共用的 因為始終你的頻率是不同的 所以為什麼他又要 已經一個空間被人佔了 連最剩下的那個 即是可以這麼說 我暫時 我經驗在香港 看這麼多地方 差不多是 即是你神經所說過什麼 香港的天涯海角 真的 那種感覺 真的 我一看之後 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景 一看就看了 即是有時候你去澳門 坐船回來 有時候你在上面看 那些是看到的 但那種感覺是 不是那麼清晰的 那這裡是真的 所以他真的懂得選擇 選擇了一個 即是這麼漂亮的景點 一望無際 全部是沒有什麼阻擋的 香港每一區的大廈屋 哇 都看了 還有香港很多其他的小島 長洲 大嶼山 南亞島 哇 都看到了 九龍半島 新界那裡 都看到了 即是那個感覺 真是 哇 幸好我去去 我都不知道 哇 因為他選子那麼好 即是我相信這個電台 他在這個發射站的決心很夠 其實他們之前 不是選我們的 他們其實都去過 南亞島問過 長洲問過 但他們都被當地的 可能的鄉市委員會 拒絕了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南亞島 那個鄉市委員會 就說英文多 很難 很難惹得去 長洲又不同 長洲一成五萬人 這麼多人 那又是很難 很難過關的 因為你覺得 長洲小很多 容量過關很多 不可以有一個主席 就說這樣就這樣 即是長洲五萬人 即區議員都成四五個 哦 那你很難過關的 所以簡淨平 就比較好 他找對方 他找對方 說對方 說對方 即是某些發展 那他找對方 而且我擔心的是 其實現在 無線電的科技都很先進 那麼到底 他有沒有在他的資訊文件 那裡說 他現在釋放了多少 Electromagnetic Waves 其實你建了這樣的塔 有兩件事 最擔心的 第一 那個塔不漂亮 影響了長洲景觀 第一 影響平洲長洲景觀 第一 第二 第三 就是Electromagnetic Waves 電磁波 電磁波 是很影響人 很影響人的健康 尤其是小朋友 還有父女 有寶寶 對 反而老人家 沒什麼事 好了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那麼長洲的居民 除了你剛才所說 平洲 平洲 平洲的居民 在11月22日 星期日 是短短六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收集到超過1400人的簽名 大家要了解一下 1400人在長洲 平洲的居民是四五千人 其實比例上是很厲害的 可以這麼說 是等於03年的七一遊行 那五十萬人差不多 比03年更厲害 因為03年更厲害 因為03年是很多傳媒煲 慢慢煲這麼多人出來 現在我們說平洲是短短幾個小時 反對的聲音是很強烈的 可以這麼說 香港歷史上少見 有這麼大多人 差不多 墊距多少成左右 可能四五千人的 1400人 可能25-30% 那麼多 好了 那麼跟著呢 發生什麼事 嗯 是有什麼 在當時反對聲之下呢 鄭經巷他們 有什麼跟訊呢 其實鄭先生和一班政府官員 剛剛過了星期六 就進來平洲做諮詢的 嗯 鄭先生都給了一封信給我們 但是這封信呢 就令到我 我想它不是平息一些事情 或者不是真正諮詢一些事情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說話呢 就是好像說 你平洲沒有什麼選擇的了 哈哈 這封信呢 在我們網上呢 即是有關今次的題目那裡 我也有放了上去的 那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那封信的內容 那就是我聽到了 你們的聲音 那樣 那些封信呢 大家都可以看看 其實我想提到那句話 就是說 它說 根據電訊管理局 和這個國際電訊聯盟的規定 我們必須在平洲建立這個發射站 那好了 這個說話呢 就令到我們街坊 就很不安寧 所以那天的諮詢呢 就真的 很精彩 很精彩 因為平洲人就說 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在平洲啊 那麼多地方啊 其實時候呢 我也做了少少 research 那我就 有一個叫做Barry Turner的專家 其實他就是 對於這些發射台 他就是一個專家 這方面是專業人士 對於是專業人士 對於是專業人士 那他就說 他看到這封信 他跟著說 他說 這個國際電訊聯盟 絕對不會說 某個地方才可以建立發射台 他們沒有這樣的能力 是可以這樣說的 甚至呢 他上過這個國際電訊聯盟 都看過 完全是沒有平洲 這件事 看都沒有提過 是啊 看都看不到 所以 鄭先生 他寫出來 這些說話 講出來 就是嚇人 是 據我們所知 沒有一個國際的機構 做出這樣的決定 是不可能的 都是無必要去做這件事 是吧 即是你們自己想好它 即是在哪裏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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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理論是香港的內政 那他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不是在平洲建發射站 那電台的信息 就是沒有辦法去到任何的 香港的每個角落 是不是這個是最好的 那是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 那就是要多建幾個 即是一個就不可以 一個就搞定了 即是要多建兩三個 那那個成本就貴了些 嗯 那還有其實 如果你說 其實他在這個風順裏 另外一段有提的 其實他就要我們平洲人犧牲我們 那他就說 這個AM810 可能佔用了平洲手指山 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這個小小的空間裏面 我們就可以為香港人 創造一個無限大的空間 那令到 讓我們這個AM810 是為市民發聲 為人民服務 那 是的 他背後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市民在這裏呢 除了我們所認識的 那些 即是幾個達官貴人 是吧 有些什麼人在背後 李國寶 是吧 李國寶 是吧 包括鄭經巷 蒙文偉 夏佳里 這幾位富豪 在香港來講 他在這方面 曾經為香港市民做過什麼 發出什麼聲音呢 我都 有沒有在電台上 有沒有在電台上 有些什麼聲音 需要再建一個新的電台去做 那其實呢 在這段期間 我們都聽到一些傳言 那就是說 其實最大的背後那個支持者 是在香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 即是背後一個人物 我想問問是誰呢 那你既然聽到傳聞 那麼很多人知道 即是不是 我得罪了他 我都不知道 這麼厲害 那我純粹聽回來的 是真是假 大家自己看看 他就說 他跟鄭經巷是好朋友的 好朋友的 即是姓曾那個 那你都說了 即是曾慶祺那個 即是曾慶祺那個 不要誤會 曾慶祺那個 還有他現在 在很多的報章上 好像說 蘇生的Morning Post 即是南華早報 都經常支持阿根生 那他不是香港很大勢力 我嚇死我 香港這麼大勢力 我不會的 即是我告訴他 他不是香港最大勢力的人 那其實呢 因為這些那麼多傳言 其實令到我們平州人 很擔心 很擔心 即是他們真的很不開心 即是 慘了 即是他們將來願意在 平州做什麼都可以 我們這些小市民 我們根本就是 我們怎樣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將這件事 推翻去呢 這樣 好 那我們先休息幾分鐘 記住 我們歡迎大家 用節目的熱線 21341134 或者用ICQ號碼 439457249 在網上留言 以及踴躍參加我們今次的討論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 H-A-L-H-E-A-L-I-N-G.com.h-k 好了 我們回到今晚的講題 平洲應否見多一座電台的發射台 我們所講的電台 是最近在籌備中的AM810 這是紅圖 我剛才所看到 原來這個電台 最近在平洲 開始想興建另外一個發射台 平洲本身在北面已經有一個 很高長長的 在北面的山頭 原來他們想在南面的手指山 有另外再建多一個相似的發射台 平洲這麼小的島 要人來承擔兩個發射台 為了幫助香港700多萬人口 好像覺得 平洲已經這麼辛苦 幫你背了一個台 四千多人 為香港好 給多一把聲音 雖然我對這方面有保留 現在真正的資料 不是大眾傳媒 真正的資料 就像我這些網上電台 你想拿真資的錄片 真的是上網看 不會靠這些大傳媒 就是說區區一個小島的四千人 就要為了香港那七百多萬人 再聽一些應不應該聽的聲音 不要說了 要再背多一個發射台 但是整件事發生 我們看到很多很奇怪 因為這件事都是島上的居民 在無意之中發現 他們怎麼發現呢 原來發現有一張通告 很不當眼的地方發現了通告 通告基本上是地政署發出來的 他就說我們有預備起見一個發射台 如果大家有什麼人反對都好 應該在十四天之內 就要提出反對聲音 但是這個通告 追平州是其他市區 比較多人住的地方 是不發覺有這個通告 可以說是很不就買的地方看到的 還有這個時間已經很少了 到他們有人發現這個通告之後 十四天已經過了很久 做了很短的時間 於是乎那個居民 是反應得很快 這是在香港歷史上少見的 在短短六個小時裡面 一個星期日裡面 就已經收集了超過一千四百個簽名 是反對發射台的興建的 大家知道平州的常住居民 都是只不過四五千人 我們看到這個比例上是很大多人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是簽名 是堅持反對興建的 好了 再追進去看看 發現有很多的漏洞 第一件事 Sanny 聶芳 看到 他做了一些 研究 原來香港 在城市規劃的部門 一直把平州成為六壩區 即是說 你是不可以輕易在那裏 建建一些新的建築物 也好 或者是更改島上的面貌 而他所發現 是完全沒有任何資料 是有關那個新電台 在那裏要建築一些資料的申請 很明顯 完全沒有理會香港現時的法例 是自己獨自獨行 而地政署有很危險的地方 地政署似乎很想低調這件事 令到居民不知道這件事 是無意之間被他們通過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近幾個月前發生一件事 就是食物標籤法 其實相似的 我們很多在做這方面的工作 進口有機食物 或者這方面的公司 是完全不知道的 而立法會當時很多的語言 都是很匆忙之間 被要求要去決定 香港食物標籤法 應不應該人流進行 有一個很匆忙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背後的動機一樣 因為他們都知道 如果給多些人諮詢 很多人都知道背後的問題 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保護大眾 給多些資訊 知道食物裡有多少營養成分 脂肪多少 反式脂肪 包括電粉質 蛋白質 根本這些資料 從來都沒有 因為沒有而令人受傷 背後 以前我都說過 根本是 一個國際藥廠推動的 Codex Elementarius 是用這個手法 是慢慢控制我們的自然醫療工具 當然香港很多人 完全沒有這個信息 沒有這個意識 你看到同樣的手法 在這裡出現了 永遠都是這樣 突然之間 就有一個通告 有點決定 但比這個時間 是很少很少 是不足夠的 整件事的背景 同樣看出來都是這樣的 Sanny曾經也說過 有一個星期六 鄭經漢和幾個政府有關的部門 都在島上 跟大家諮詢一下 和那些島民諮詢一下 他也有一個白字黑字寫出的資料 基本上島上的人 這個中文社 他們一看就看到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中一點就說 根據電訊管理局 和國際電訊聯盟的規定 規定 我們必須在平州設立發射站 我相信 一般普通人 有些常識的普通人 都會知道 這是一個謊言 是不可能的 而結果 有一位在這方面的 有專業知識的外籍人士 都幫他們上網去看看 果然反而根本沒有這件事 亦都是不可能 會有這樣的決定 你可以看到 背後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好了 我想知道星期六 鄭經漢真的上來 在平州那裡去看 實質地觀察 那當時他做過什麼呢 他有沒有帶他上去那個手指山上看看 起碼好像我這樣 我也會帶兩個朋友去看看 那當時他有什麼反應呢 當時我們有一些平州的人 還有一些外國人 和他一起去 上去天涯海角 這個地方去看 鄭先生去到那個地方 他都很感嘆 他說 哇 如果這裏真是這麼美 哇 原來這裏真是很美 我也是聽我個人這樣說的 我個人就說 他當時就說 我不會在這裏建一個發射台 他這樣說 哇 那不知是真的假的 因為有些東西要變 要變 隨時可以變 如果他能夠正面地 向我們平州人這樣說的話 公佈出來的話 我相信這個大大提高鄭先生在香港的地位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這麼公正的人 知道原來我們平州人很看好這個地方 亦都我們平州的旅遊 我們平州人一些休閒的地方 都要靠這個地方 當他起了這個台之後 我們平州就沒有了最後一片的淨土 如果他能夠是這麼看惜我們 這麼看惜我們 這麼明白事理的話 如果他真的說出來說 我們不會在這裏建這個電台的話 我們平州第一個會拍手掌 多謝鄭先生 然後我相信香港也有很多人說 咦 鄭京漢這個人都很公正而明 其實這件事 大家如果有機會上網去看看 有些blog 其實很多人都很關注 也有些不同的人做一些研究 有些人就直接上去 有關鴻圖廣播有限公司的 那個牌照申請方面的諮詢文件 他發現原來有一個另外一件事 是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他說當時 鴻圖廣播公司去申請的時候 其實他都說明 他們廣播公司會計劃採用一些 叫做多路傳訊的系統 和共用發射的天線 那就是說 他們會在平州設立發射站 設立 還有是現有的AM電台 就是我曾經所說 在北邊已經有一個在這裏 平州已經幫他負擔了 幫香港人已經負擔了一個發射的了 當中提過是設立的 就不是說是輕建的 OK 那就是說 那個感覺上被人感覺 就是說我們會在那裏設立 可能會和那個AM電台 是大家再用它現有的那個 在技術上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會用一些所謂叫做多路傳訊的系統 那就是說在不同的途徑可以做到的 那他應該就是可以和島上的 已經原有的一個發射台 是可以大家可以共用這個資源的 那他就在申請的時候 是從來都沒有說是要興建一個的 那還有他們說 這個內容來的 他說他會避免建造一座新的發射台的需要的 因此洪濤廣播計劃是沒有進行建築工程的需要的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 由他申請的諮詢文件的申請 而因為這句文件的申請的條件之下 讓他成功申請了這個廣播牌照 所以在這個網上的資訊 既然他已經和他當初所提出來的原意 已經不同的時候 其實在廣播事務管理局上 理論上是絕對可以收回批出這個牌照的決定 好了 而事實上 而廣播事務局的對這件 興建這件發射詞 可以說是致虐網民 所以很多人就批評 整件事就是由一宗官商勾結的一個實例 當然了 除了香港已經很少了 已經剩下很少這些綠色的景點 我肯定你那邊看到的香港的景色 是比任何地方好 我香港都住了這麼多十年 不同的角度 上山坐遊船什麼都好 他都看過了 真的我都第一次發現 原來那個香港的景色可以這麼有趣 當然除了這個休閒的因素 還有當然大家有些擔心 如果你建了這些發射站 我相信現在香港人很多都知道 這些發射站對我們的人的健康一定是有影響的 雖然在那個科學的研究方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證實 我們沒有辦法去證實 它的影響度是很嚴重 但是你不能將一個活生生的人 本來沒有事的人 叫他做個實驗 不停地給月亮燈電 這是一個很不人道的實驗 不可能的 但是肯定的話 這些電池電頻率發射站 當然最集中的地方 當然是放射站附近的環境 但其實在電場和磁場 對生物的影響 其實已經有很多方面的研究 是沒有做過很多的 但好像以前的香煙 香煙致南 搞了這麼多實驗 現在才證實 那麼多實驗 是否沒有人知道 當然是有人知道 但是大家要了解 要找人做這種實驗 是很難的 是很難會發生到的 但是我已經知道 任何的電池牆 是對生物裏面 是會令到我們身體的 細胞的體內 是會產生熱能的 會令到生物體的溫度 是升高的 包括微波方面 是有很強的穿透力的 而生物的體層 深層的組織 是會令到我們身體的深層組織 是溫度升高的 這是利於癌細胞的生長 這件事在1976年 大家可能都聽過 在前蘇聯裡面 當時是英署在蘇聯的領事館裡面 也被蘇聯當局 向領事館發射一些微波 你可以說他在做實驗 英國領事館的人 未同意幫他做過實驗 發現長期在領事館工作的人 在這些微波的環境之下 令到館裡面的人 313個人裡面 有64個人 臨巴細胞平均的數字 是高了44% 你知道了 臨巴的細胞高 代表你身體有東西侵襲 不論你癌細胞侵襲也好 或者有些感染也好 而其中有15個人 竟然患了疏線癌 一種癌症癌 以及損害了中樞神經系統 很明顯人體長期 受到很強烈的電磁腸的輻射 會引起中樞神經系統 和植物神經系統的機能障礙和失調 有些什麼症狀呢 大家聽一下這個症狀 看看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常見的是 頭暈、頭痛、乏力、睡眠障礙 記憶力減退、容易生氣、抑鬱 為主要的神經衰弱症後群和食慾不振 其他例如脫頭髮、多汗、心跪、女性的 乳經療亂的症狀 以及引起心血管系統的失調 心率不齊、心動過緩的症狀 令到冠心發病率增加 損傷眼睛、可能損害眼角膜 令到晶體混濁 嚴重的當然可以引起我們所謂的白內障 以及晶體的老化 嚴重一些可能令到視力完全消失 男性方面會影響男性高遠的功能和伸直能力 可以造成不育和性別的失調 影響遺傳 父母一方面如果長期受到這些微波輻射 其中子女的K型兒童的發展 發病率會較高 孕婦的流產率也會升高 這會影響人的正常生長 剛才我所聽的這個症狀 可以這樣說是今時今日的文明人的通病 現在今時今日北人的父母的夫婦是很多的 很多人就算懷孕也好 流產率也很高 孕婦子生了出來之後 自閉症、學習能力的障礙 其實真的越來越厲害 現在中國最近有一個報道 孕婦子生育是很高的 越來越厲害 大家可以看到了 脫頭髮、心跪、心臟病 事歷的問題 可以看到根本都在那裡 可以說我們今時今日 除了我們看到的生活方面 很多电器的用品、电脑的干扰、手机、电视机 其实可以说很多 但是你说有没有人真正正是给他做这个研究呢? 其实我们是正如你所说 哪个人会那么蠢呢? 但是我们最近在世界各地已经看到 是很多的蜜蜂突然之间消失了 大家了解我们的植物的环 持续需要蜂蜜 将我们的蜜蜂的花粉 知道植物才可以继续生长 可以这么说 如果我们地球的蜜蜂是全部消失了 或者大大减 基本上我们人类的食物的大灾难会出现 最后会发现到底什么导致我们的蜜蜂是消失了?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上 是太多这些电磁场的干扰 令蜜蜂都失了方向 迷失了方向 蜜蜂是一个小的蜜蜂 所以它很容易可以看到 要等到我们人类的问题出得这么严重出现 人类都没了记忆力 不懂回家 其实有没有呢 可能很多老人咖啡已经是这样 其实刚才袁医生也说了电磁场会对人体的害处 还有也有说到那个生态 其实这次如果鸿蜂真的在平州建训这个发射台的话 除了影响到平州人的健康之外 其实平州本身在这十年 自从2000年我们就在平州发展这个生态旅游 那我们除了拿了很多奖之外 在环保界、旅游界和教育界 我们平州都被公认为一个生态旅游的一个地区 那如果天涯海角被它建了一个这样的发射台 又没有了一个景点 那如果天涯海角那里 还多了这么多辐射 你想一下 还有没有游客来 其实天涯海角那里 每一年我们平州旅行者这个环保机构 都有成几百个 今年我们还有六百个的环保大使 就是利用天涯海角一个这么特别 这么漂亮的地方 用来一个叫自然体验 就是因为我们香港人就和这个大自然脱节了 那六行者就利用天涯海角一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一个这么自然的地方 做一些叫做自然体验的训练 令到把小朋友或者一些老师 因为我们都做老师训练 都是在这儿做的 有几百个老师会来平州 通过这些自然体验 就将它带出来一个对大自然的那种情怀 那种感受就希望通过这些东西 去启发它那个爱护大自然的内心 如果它现在这样做 那就是说 这个不只损害到我们平州 其实就损害到全香港 学习生态环境的一个很好的 其实我们平州的生态之旅 和自然体验的环保大使训练 是很受香港的小朋友的学校欢迎的 那如果建立了我们就没有了这个地方 已经带不了自然体验的教育出来 那就是我看回那个郑经韩的封信 他就说平州人就是难为你们 再犧牲多些少 那我们是需要多一个空间 是令到香港人接收到 多一个电台的声音 那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电视台电台很多的了 已经不是说没有的 但香港的生态的剩下那些 是真是很少的 那就是如果用这个论调来比较 那就是哪样少一点呢 是不是香港那个电台空间是不够呢 还是香港那个生态环境所剩下的 是不够呢 那如果用这个论调 我都应该看到 是不应该再破坏一个香港已经紧无 就是已经很少很少很罕有 还有平州是一向是有环保这方面的工作 那这个教育是一向都有做的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借口 这个生态环境是一向做的 拿到这么多奖 这不是因为你的拍尺头出现 他就说我们的生态环境 他从头到尾都有做的 所以我觉得 加上现在今时今日 我经常都很强调 要真真正正的拿真真的资料 不是那些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都是大财团控制 最主的目的是买广告 增加刺激你的消费 控制你的思想 所以你真真正正的 我们要在大众传媒 去拿资料 其实是在网上的 其实这也是其次 最惨的就是 他一旦建立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平州我想将会变为一个荒岛 为什么呢 那些人一定不会搬走 有钱的人一定不会搬走 没有钱就没办法 就是要在那里捱 那没有了游客进来 那对我们的经济是一个崩溃 将会是平州的经济崩溃 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不只是益了平州人 是香港很多人进去 你知道香港的生活那么紧张 那些很需要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舒缓一下压力 休息一下 因为平州是一个很宁静 很平静的地方 香港很多人喜欢进去 就是因为他们可以完全 入面去很放鬆 很放鬆 慢慢走一下 到处吃一下东西 可以听一下海桃声 吸一下一手清新的空气 但是一个这么方便 其实因为平州 这个地方不是很远 很多人以为平州是很远 其实不是 我们坐25分钟的船 就可以来到 快船很快 是很快 就算你不坐快船 也是35分钟 可以来到平州 接着很快 几个字 你就走到山 去到一个天堂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你 好像要爬一个鳳凰山 要搭车 搭车很久 去到新界 要走很远 才可以去到一个很寧静的地方 其实平州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给香港人去宣缓压力 其实有两个方面 我马达在座 有哪个收音机有AM 现在 没有什么人有 其实用AM广播 不是自在用AM广播 他自在是什么 AM广播是找不到吃的 最主要是电台广播 AM是一个前赛 根本不重要 因为不会有人为了听电台 买个AM的收音机 你去街上找个AM收音机 让我看看 不是两个人都可以用的吗 一般的AM和FM 你要看看 你很久没有买收音机 为什么买AM收音机 不买AM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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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原因 因为广播条例 其实FM的频道很阔 可以不止现在四个电台 多四百个电台 因为频道很窄 基本上 给多几个电台 用FM便可以 用现在的电台便可以 不需要动用一彩一目 只要你把香港电台 不需要动用自己的频道 不需要动用自己的频道 因为现在 譬如你像商学电台 88点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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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点几 要少一点便可以 不需要那么多 而且要那么多便没用 因为其他 如果你开收音机 你会发觉 有时候要听到大陆的电台 珠海电台 我听到最多 因为它发射的频道更加厉害 它抢了我们FM的频道 根本它就不需要用这个AM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假如如果 如果 石英海这个鸿途电台 它是一个 好些的科技 令到电磁波 很少 少到没有 以及 发射塔 起得很漂亮 配合平洲的景观 你们平洲的观点 会否改变反对 变成赞成 话说不行 我只见到电台 我很兴奋 不让它起 我想 我不明白 怎么可以令到一个发射台 很漂亮 很配合大自然的东西 可以 但很贵 不是大自然 就不是大自然 它在半山上 捉了一支这样的东西 更高过我们的手指 你怎么可以令到它 我不明白 我没想到 即是一棵很高的树 一百米高 可以起到很高的树 可以起个 例如 例如 一个观光塔 漂亮 你看看观光塔 其实很漂亮 在庭州 不是很高的 山头不是很高的 观光塔 这个塔比山更高 你可以想像得到 而且可以是一个景点 即是旅游 这可能是你的景点 但是还有一个 电磁场的问题 即是你是不断来到 在电磁场的人 但我就这样强调 如果我们经常说 平州 平州已经不是香港人服务 平州已经帮你背了一个 四千多人 已经帮你背了一个 这样的发电台 即是我们有六千多人 即是我们已经是 即是 即是她已经做了她的 她的那个 share 即是难道要两个肩膀都帮你背 是不是很不公道 要找人 就找 哪个客家 是否在你家 她的主人住山顶 在她家附近 看一个 看她怎样看 OK 好了 其实还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你能想到 Sandy 你能想到 可以保护平州 好有趣 其实这段期间 我做了很多调查工作 其中一个 我去了定规处 找究竟这个电台 已经入了指申请了 我发觉原来她还没入成规处 当天成规处 就给了一大堆资料 其中一个申请表 那天拿着申请表回家 我看一看申请表 我看一看 我突然有个想法 既然她还没申请 不如我去申请 那我就填了一份表 我留夜那晚 就填了一份表 我就申请了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教育 環保的教育基地 那份表我们已经入了 那昨天成规处 都在平州那里 贴了一个通告 就是平州旅行者 现在要申请这个地方 做一个教育基地 看一下 她就说 三个礼拜内 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 那他们就应该 可以考虑被我们用这个地方 做环保教育的基地 那我们这个教育非常之好 因为平州是一个独立的小岛 那你新界的地方 刮一匹出来 你真是很难 在这条街上 在马路之后 何时开始变造呢 所以我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而且过去历史上 你是平州旅行者 已经是真真正正 做过很多东西 这方面的工作 由1991已经开始 所以大家知道 香港是我们的地方 那你想香港变成 怎样呢 就不要以为 人家会帮你做事的 那大家如果在这方面 我觉得可以 尽一分力啊 帮一把力啊 将给多些人了解这件事 那还有呢 我们网上 已经很多连结的 那还有 那个 绿色亭州那里 陆行者那里 其实在这些网上 你可以上去参观 参加 那还有呢 是将这个讯息 给多些香港人知道 令到香港会更加好 好了 那我们的时间 真的又够了 一个钟头很快 其实过了一点点 那多谢呢 多谢呢 多谢呢 啊 他们的嘉宾 那还有呢 是多谢呢 是听众收听 那呢 希望呢 你可以登陆香港 更好的电台的主页里面 因为过去呢 很多节目的重温 那可以免费呢 是 是下载所有的节目的内容 那 好了 那 时间关系 我是袁大明 我和李永康呢 今晚呢 就和大家说声 拜拜 拜拜 多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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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